山东首场专业房车展来了 4月28号到30号就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大家好 我是房车情报的主持人栗子 今天带大家看一款性价比极高的房车 是我们涂家的星空一号 这辆车白色的外观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大气的干净 高度3米18 长度5米99 宽度是2米33 可以跟随我看一下我们的外观配置 这里是我们一个外拉的炉灶 还有一个超大的储物空间 这个储物空间在里面拿东西可以取物的方式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这样一款车20万出头就能让你体验到一个如家一般的感觉 我们进里面看看 栗子座在这个车里最大的感受 我觉得真的是这辆车也可以是非常适合女孩子开的 这个座椅是我做到就是正好身高 对于一个小个子女生也是合适的 油门刹车也都可以踩到 视野非常的宽敞 还有我们的中控大屏可以进行手机互联 还有一个旋钮式的换挡操作 这辆车动力上用的是2.0T柴油发动机 最大功率110千瓦 最大扭矩是375 匹配的是我们6档的自动变速箱 作为一个新手开起来也是毫无压力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到这辆房车的里面了 可以看到整体的配色呀 给栗子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温馨 这个位置是我们的一个电视 32英寸的配置的是我们的小米电视 这个位置降下来之后是我们的一个额头床 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可以睡两个人 其实它的这个房顶的高度啊 我们在这里睡的是完全没有压抑感的 这里呢是一个4人的对卡座 整辆车前面两个人这里4个人可以核载6个人 这辆车的对卡座是在我们行车过程中也可以做的 因为可以看到这里有安全带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行车中是不可以做人的 这里有一个大的推窗 视野非常的开阔 上面是我们的一个储物柜 储物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这里呢是一个170升的冰箱 这个冰箱的容量可以储存我们好几天的食物 它的上方呢是一个小的平台 我们可以在停车之后放一些摆件啊 这里也有充电的插口 上方呢是一个储物柜 我们的侧边有储物柜 这里的储物空间也是利用到极致的 车门上方配置的是我们一个家用的冷热的变频空调 整个空间我们的这个散热制冷也是非常好的 这里呢是我们厨房的一个操作台 可以看到这个下面是我们的一个洗菜的洗菜池 放下来之后就可以进行当菜板使用 下方是我们的储物柜 上面呢是我们一个操作面板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衣柜了 当然如果说这个衣柜对于女孩子不够用的话 我们这个床的上方还有一排储物柜 可以说这个车的空间呀是相当大的 我左手边呢就是这个卫生间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空间呀是非常的大 这个马桶呢就是一个特色了 它是一个便携式马桶 如果说我们洗澡的时候 闲它在这有点拥挤 我们就可以把它提出去 这样的空间又大了一点 洗澡的时候也是非常舒服的 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是我们的一个横置双人床 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睡两个人自由的这个翻身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里呢就是我们刚刚在外面的时候提到过的那个超级大的储物空间 在里面也是可以打开的 这个储物空间可以大到 如果夏天你觉得非常凉爽的话 可以在里面睡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辆车整体的配色空间和舒适度都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正给到了我们一个优惠的价格23万8 那么如此亲民价格又非常舒适的房车 你感觉怎么样呢 好了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需要看更多的房车 敬请关注房车情报